国子见来了个女弟子 最新剧情 卓文远设计让桑琪答应和他成亲 艳云之无奈之下 只得当众抢亲 卓文远以为终于可以和桑琪相守一生的时候 发现他费尽心机 娶回来的新娘 变成了宋佳音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他小心翼翼藏着的魏斩红 不但被人劫走了 还当着管家的面 承认对桑太魏的指控 全都是被人蒙蔽的 卓文远猛了 也彻底黑化了 艳云之和严小郎的声东击西 艳云之承诺过他要护桑琪一生周全 当得知桑琪为了救父亲 选择嫁给卓文远的时候 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承诺 而是迅速找到事情的根源 想办法还桑太魏清白 卓文远早就是他怀疑的对象 现在突然又来了这么一出 艳云之更加确定 促成这一切的那只手 很可能是卓文远在指使 指证桑太魏的魏斩红 很可能就是卓文远受益的 想到此 艳云之决定和严远来一个声东击西 桑琪出嫁当日 他来到大街上抢亲 被卓文远的人打得浑身是伤 也硬撑着不走 严小郎带人偷偷来到了卓文远家里 这两件事有关联吗 当然有关系 当众抢亲是艳云之用桑琪心上人的身份 尽可能的和卓文远的迎亲队伍纠 严小郎用这段时间成功找到了魏斩红 这个插曲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让卓文远生不出怀疑 教子里做的可能不是桑琪的念头来 一举两得 如此周密的计划 艳云之和桑琪事先商量了吗 还记得桑琪成婚当晚去了国子健吗 他的目的就是要告诉艳云之自己 根本就没有打算嫁给卓文远 而且已经想到了完美的应对计策 让他放心 艳云之随后想到了大街上 当众给桑琪打掩护 以及和严严理应外合 找到魏斩红的方法 要不然魏斩红被找到后 他怎么会第一时间 和艳云之一块赶到呢 卓文远的心狠手辣 所有的一切随着魏斩红的 突然倒戈变得不可控 卓文远更加明白的是 他和桑琪的缘分到此为止了 恐怕今后想和他做朋友 想借着青梅竹马的身份 去接近他也已经是奢望了 事实上 卓文远想到了艳云之会当街抢亲 甚至想到了严小郎 会去他的府上搜寻魏斩红 毕竟 艳云之不是坐以待地的人 而桑太位的为人 也会让桑琪很快就想到 他爹是被人诬陷的 那么究竟是谁在诬陷 也是不难查出来的吧 却唯独没有想到 桑琪会和宋佳音 联手来一个礼带淘江 让他的新娘子 变成了自己不喜欢的人呢 剔开反派人设 单从男女之情来说的话 卓文远是个可怜人 从小的青梅竹马被人横刀夺爱不说 到手的媳妇都能被人掉包 也是闻所未闻 可事实就是如此 终于把心心念念的人取回家 等不及拜堂 也要先开盖头 先看一眼穿上嫁衣的心上人 却发现眼前人不是心上人 卓文远可怜吗 当他设计让魏斩红 陷害桑太尉贩卖私言 当他和桑琪说 只有成为桑太尉的亲人 才能拼尽全力去救人的时候 他就应该想到 用成亲作为交换条件 只会让桑琪看不起他 可是他还是要求了姑姑 让姑姑想办法给燕云芝赐婚 还亲手送桑太尉下了大牢 燕云芝偏偏 在这个时候被赐婚 桑琪就是再傻 也会想到这两件事情之间的联系 卓文远这是不给他后路了 但桑琪从来就不是逆来顺受的人 既然想明白卓文远的阴谋 就更不能让他得逞了 他找了宋佳音 两人一拍即合 卓文远的新娘子 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变成了宋佳音 而卓文远发现之后 只能无可奈何 因为宋佳音的父亲 是卓贵妃器重的人 如果他不承认和宋佳音的婚事 姑姑筹谋多年的所谓大业 说不定就会毁于一旦 然而一个人做件坏事之后 能用简简单单的一句 可怜就能被原谅吗 或许他会说自己今天所做的一切 都是因为桑琪的事而不见造成的 如果桑琪选择的是自己 而不是燕云芝的话 桑太尉就不会被诬陷 或者从更早的时间说起 如果不是得不到父母的关爱 他就不会沦落到任由贵妃姑姑支配 明知道是杀人越货的勾当 还要去做的地步 可是这些能成为借口吗 肯定是不能的 他能帮助姑姑杀人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善恶分明的年纪 却偏偏还是选择走上那条路 只能说在他的内心里 本来就有邪恶的存在 有句古话说得好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卓文远随手嫁祸别人的本事 为了抱得美人归 陷害被人父亲的行为 不值得可怜